Hola Todos 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新的一课的学习 第十二课 Unidad doce 然后像第十二课看一下这节课的语法 大家其实看完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一眼 这几个语法有一个否定命令式2 然后像这个否定命令式2 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辩位 你还记得我在第十一课 就把否定命令式所有的这个辩位都放在一起 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所以说第十二课呢 这个否定命令式 在课上就不给大家讲了 如果说这个辩位还有记得不牢靠的地方 请大家重新去看一下十一课这个语法 所有的动词辩位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好 然后再接着这节课语法的第二点就是 副动词表示方式 那上节课是不是也学过一些跟副动词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不对 今天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扩充 然后再有还有第三个动词短语 Guerer mas infinitivo Guerer后头加成动词原型 其实这个用法呢 之前也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像这个语法今天只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复习而已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不规则动词 agradeter和 conocer的 陈述式现在是变位 然后像这两个动词陈述式 现在是变位 我会给大家放在单词里边去讲解 那也就是说这节课语法也就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副动词来表示方式 再有一个就是动词短语 Guerer mas infinitivo 这个东西来给大家做复习 那咱们先看第一个副动词来表示方式 那上节课咱们讲过副动词的用法 对不对 那副动词呢 是不是跟大家讲 这个副动词是动词变过来的 什么词来的 是不是副词 这时候你还会给它当成动词来看吗 是不是再也不会了 对不对 那你只会给它当成一个什么 副词来看 然后再有 既然它是一个副词 那么herondio这个东西 副动词 那它有杏术变化吗 这个是没有的 副词从来不看杏术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有上节课语法里头呢 只给大家讲了第一个用法 那就这个estar mas herondio 那estar加上副动词表示什么 正在做某事 是不是这个结构就有点类似于 咱们英语当中的 be doing 正在进行时 那种形式 好 那上节课咱们讲了 estar mas herondio 那么这节课呢 来讲一个副动词 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法 就是表方式 那为什么说 它这个用法是非常重要的呢 因为刚才我说副动词 是动词变过来的什么词啊 副词 对不对 那副词 它是不是一般都是可以 副词都是用来干嘛的 修饰动词的 对吗 那代表说 它跑得快 那是不是动词是啥 它跑 怎么跑快快的跑 那再比如说 它开车上班 那是不是它上班 它怎么上班 开车上班 那是不是都是表示 是这个动词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来修饰动词 那么像副动词 就可以替代一个副词 会让你这个句子 变得更加的生动 好 所以说副动词 真正作为一个副词来讲 它表示一个动词方式 怎么来用呢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看这个例子 el tiempo pasa rápido el tiempo pasa rápido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时间过得快 那像这个rápido 它是一个什么词 rápido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副词 时间过 怎么过 快快的过 对不对 那可是咱们中文 是不是往往会说什么 时光飞逝 对吗 那你像时光飞逝 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时间过 怎么过 飞着过 这是不是就完了 那你看 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 会更加的生动 那飞 它应该是哪个词 它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一听 飞这个动词应该是 volar 那你像volar这个词 那它的副动词 应该怎么变呢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 bolando 因为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r结尾的 对吗 它是不是应该把r去掉 给它换谁 换ando 所以说bolando 那bolando 是不是就是一个副动词 对不对 那这句话 完全就可以说什么 el tiempo pasa volando 是不是一下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句子 一下特别像动词 是这意思吧 时间飞逝 非常的生动 那大家再看 我标黄的这两个 rábido 刚才我说这个词性 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词 副词 那像这个volando 那是不是在这儿 位置跟rábido一样 是不是就是起到了 一个副词的作用 对不对 然后再有 它是不是又表示 动词的方式 辨位动词方式 是不是时光飞逝 好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看这啥意思 boya trabajo andando 那boya trabajo andando andar 这一个词 是不是走路不行 对吗 那这是不是 我去上班 我怎么去上班 是不是我不行上班 我走路上班 对不对 又是表示是什么 走路的一种方式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的这个 no me hables gritando gridar这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大喊大叫 这样的意思 对吗 那前这个no me hables 这是不是用了一个 否定命令式 你不要跟我讲话 你不要怎么跟我讲话 你不要喊着跟我讲话 那gridar 他是不是喊叫 喊叫的方式 来跟我说话 是不是又是表示 是主句动词的 这个方式 对吧 好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稍微长了点 这说的是这个 quando alguien de elogia diciendo que hablas bien espanol no le diga no lo hablo muy mal 像这个呢 是课文里头的一个句子 现在大家看 是不是能看懂了 quando alguien 是不是他用到了 一个时间撞与从俊 对吗 当有人 de elogia 一会儿到单词就明白 是表扬你 那表扬你 diciendo 这是哪个词的复动词 是不是 decir 这个词 是不是说话 告诉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那他的复动词 是不是 A变一的那个 不规则的 他是不是应该是 diciendo 当有人表扬你 怎么表扬你 说着表扬你 是不是表扬你的方式 就是说后头那一堆话 是不是还是方式 对吗 那他后边说了什么了 que hablas bien 你说西班牙语 说的超好 no le digas 在这儿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呀 否定命令是 这是主句 对不对 当他们表扬你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们说 说什么呢 no lo hablo muy mal 不要呀 我说的特别不好 那在这儿 是不是表演你的方式 就是说你 西语 说的好 对不对 好 这个这个复动词表 方式再来一个 el guía dice a los turistas que no asustan a los animales arrojandoles comida 这是第二段 cover里头的一个句子 大家先看一下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说 el guía 这是导游 dice a los turistas 跟谁说 跟游客说 说什么呢 no asustan asustar 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吓唬的意思 它用了一个虚拟式 吓唬谁呢 a los animales 吓唬这些动物 对吧 arrojandoles comida arrojar这个词有扔头 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扔食物 les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 朝这个animales alos animales 扔食物 是这意思吧 做的是渐渐编语 它所复制的是alos animales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你吓唬这些小动物的方式 是什么 扔吃的这种方式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着 再来一个 la niña va a agradecer a la abuela dándole un beso 这句话 这啥意思 是不是说 这个姑娘将要 agradecer 这是感谢的意思 将要感谢谁 将要感谢奶奶 dándole un beso 是不是给了她一个吻 那是不是就是说 感谢奶奶的方式 是什么 吻她一下 给她一个吻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不是也是 va a agradecer 这个词的一个方式 感谢的一种方式 好 就这个复动词表方式 其实就给大家讲完了 一开始 你可能造出来的时候 会想不到 大家见多了以后 慢慢你就应该能用起来 然后像这种 它复动词就是一个复词 表示主席动词方式 什么时光飞逝啊 走路上班啊 开车上班啊 这些句子 是不是都可以用复动词来表示 见多了就好了 好 这是这节课的第一个语法 我还没说过来说 我还没说过来说